佛说 人间佛教 互相的了解 所以才会分手 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沟通 了解彼此的立场 所以呢 才会导致延伸到 可能最后连朋友都做不了 连家人也会翻脸 等等的 所以沟通真的很重要 对吧 你我都懂 这篇的文章是这样子的 人类的世界啊 要达到真正的和平 沟通的艺术与巧妙 不能不学 父母子女能沟通 才有和乐甜蜜的家庭 师生做学问 彼此能沟通 才会有读书的乐趣 这个世界很多的部落 很多的社团 很多的党派 很多的国家 假如都能沟通 沟通无碍 增加相互的了解 相互的信任 世界怎么会不和平呢 沟通很重要 如何才能发挥 沟通的功能呢 以下几点看法提供 一 要善意的沟通 沟通之前啊 不可以先有成见 不能事先设防 预先想出许多的坏主意 甚至能伤害人 却自觉得意的劣行 沟通要彼此互释善意 能在友好的气氛中 开诚布公 相互表达诚意 必能促进彼此的了解 自然啊 会获得有效的沟通 二 要双赢的沟通 所谓沟通 不是我胜 你败 我得 你失 我有你无 沟通 沟通要能双赢 要能皆大欢喜 沟通者不要光为自己的利益打算 要为对方立场设想 彼此之间 你替我设想 我替你设想 怎么会不能双赢呢 三 要平等的沟通 世界上的问题啊 都是出在不平等 孙中山先生 一生的革命 就是希望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不平等的条约 怎么能算沟通呢 只有在互惠 平等的情况下沟通 才是沟通的意义 四 要尊重的沟通 沟通啊 不是吃掉你 欺负你 给你难看 沟通应该注意 强对弱的尊重 大对小的保护 沟通不可以有强势 沟通的力量 是平衡的 所以彼此尊重的沟通 才是沟通 五 要建设的沟通 沟通要有建设性 沟通之前就先预设 要给你多少礼物啊 多少礼遇啊 多少后代 彼此都这样想呢 就是建设性的沟通 如果强词夺理 自说自话 这都不是沟通之道 水沟要保持畅通 才不会污水四溢 甚至造成灾害 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啊 观念 意见 看法 也要经常沟通 才能往来愉快 才能凝聚共识 才能同体共生 才能共荣共有 所以呢 和谐社会的建设 沟通意图 不能免 那人与人不沟通啊 容易 产生误会 国与国不沟通 就会发起战争 所以呢 想增进人际和谐 世界和平 沟通是不二法门 尤其啊 双方在沟通的时候 必须公开 不能预设立场 从相互尊重的交流中 求得皆大欢喜的圆满 这才是沟通的意义 那除此之外呢 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 以及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 这样才能将讯息传递给对方 达到沟通的目的 是 所以我很认同说 沟通啊 真的就是一个 肯定是双向交流嘛 里边呢 我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感受比较深的 就例如说 要善意的沟通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呢 我们心情好 对方也很和善的话 基本上那一场沟通 是不太会有状况啦 但是如果说同事之间啊 最常会有那种争执啊 或者是意见相左啊 朋友也会 家人兄弟姐妹都会 有时候有一件事情 到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哎 我们的情绪就会开始升起了 是不是说 你自己当下会觉察到的 然后是 就是带着情绪呢 是跟对方沟通的话 其实一般上都不会有良好的 那个结果的 因为我们带着情绪了 你又在猜想它 它又在猜想你的时候 哎 那变成它就不是 带着善意的一场沟通了吧 对吧 就是尤其是吵架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说嘛 吵架也是一种沟通啊 对 吵架真的是一种沟通 但问题是 有时候 如果我们带着情绪的话 就是不带善意的话 就是要赢 对啊 就是什么 都是我要说了算的时候 哦 这场架呢 就越吵越大声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呢 吵架的时候啊 两个人啊 甚至几个人 就会越吵越大声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呢 我一直听不到 对方在说什么 我也听不到 自己在说什么 所以呢 那个声量 很自然的 就会越吵越大声 当我听不到对方 我也听不到 自己的时候呢 严格上来讲 就是我们的那个 能够沟通的 那座桥梁 基本上已经是断了 而且呢 就是越吵就 那个距离就越遥远 有吵过架的人 都会知道 吵到最后 当你冷静下来 再回想整个过程的时候 其实你是有点 当下是脑袋一片空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忘了 自己在吵的内容当中 是吵过了什么 说过了什么 所以变成说 带着情绪的一个沟通 它就不是一个善意的沟通了 那当然 我不喜欢吵架 因为每一次吵架 我的心情 心跳啊 都会加速 而且我觉得说 为什么一定要用吵架 才能解决方法呢 吵架是无法把 真正的问题 给解决掉的 对 当然我知道说 我们都在学习了 那个过程不容易 于是呢 那个觉察 觉察非常的重要 当我觉察到 自己的情绪要升起的时候 我其实可以礼貌性的 跟对方说 现在这件事情呢 我们先不谈 我们大家先冷静下来吧 然后就离开原地 然后去沉浸你的心情也好 整理你的心情也好 然后你觉得 自己真的OK了 Ready了 当然也要尊重对方 觉得说 哦 他也Ready了 那我们再继续沟通 这样子呢 那个沟通 才算是不带着 更加偏激的情绪 然后第二个 比较有感的 那个说法呢 就是要尊重的沟通 是 真的对方 不管他是谁 我想要说 哎 表达自己的想法 让对方知道的时候呢 对方给予了我们这个空间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 为对方着想 也要同样的尊重 为对方 给他空间跟时间 来分享 他的感受跟想法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哦 我这顾着 讲完我自己的 说法跟看法 你认不认同 你接不接受 为什么你不接受 为什么你不认同 于是这个不是一个 互相尊重的沟通 那个是 我们广东话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严格上来就讲 我只允许自己 说完我要说的 但是我没有给对方空间 尊重对方的时间 给他有机会 也发表言论的那个平台 这样子的情况 最常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嘿嘿 就是我们的长辈们 对我们的小朋友了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长辈啊 指责小孩的时候 不管他是不是父母 大人就会说 哎 小孩不懂了 不要说了 安静 什么都好 还要加上那个肢体动作 去指着他的时候 我觉得对小孩来说 那是一种无形的伤害 尤其你是 可能是他尊重的一个长辈的话 那如果说这件事情 这样子的情况 常常发生的话 久了之后你却发现 那小孩不太爱靠近你的 对啊 因为你对他都不友善 你也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人 来做一个尊重 然后给予他空间 跟那个 就是沟通的权利 那针对第三个的呢 就是要双赢的沟通 的确在双赢的那个大前提底下 就是他有时间跟空间 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也有空间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变成说要双赢的话 聆听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常常在我的那个 广播主持啊 教课的时候 我都会一直提醒同学说 哎 我们要学好口才 我们学好表达 我们学好主持 我们学好说话 这件事情的时候 请你在这些大前提底下 先学会 聆听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真的当下拿出一个心 真的不仅是用耳朵在听 是用心在听 对方的需要 对方的感受 并且尊重他的想法呢 是如果我们只想说自己想说的 然后只听自己想听的 那其实这个不叫双赢的沟通 那个只是我们选择了 去听我们想要听的事情 我其实身边有好些朋友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习惯 每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让他说 因为他有很多事情想要表达 可以 那他讲了很多之后 对吧 当轮到可能我们自己 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 跟感受的时候呢 他其实呢 就会转过头 可能看手机啊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 他没有把当下的那个感受呢 放进我们的聊天的 那个状态里头的时候 当下在讲着的可能是我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原来你没有想要听我说的 那我懂了 所以变成说 久了之后呢 这种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当然我也不晓得 要怎么开口跟对方说 你请你是不是能够听一下 我说的话 因为我觉得说这样子 讲了之后呢 他也未必能够接受 所以当然因为我自己选择了 不愿意去告诉对方 他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的之后的选择就是 可能就慢慢不再想 靠近这个朋友了 对 就是至少不愿意说 单独跟他相处了 因为我觉得说 你没有尊重我的感受 是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个人 在生活中的一些体会啦 所以我觉得说 沟通真的就是要 双赢 还有互相尊重 是 所以呢 在这个幸运文章里边呢 有给了三个习题 你不妨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 或者是关于沟通这件事情呢 你也可以做一个思考的 首先第一个 你认为啊 沟通的重要性是什么 那第二道问题呢 如何才能发挥沟通的功能呢 第三 何谓双赢的沟通 你可以举例说明 是 这个呢 就是我透过这三个问题 也在我们刚才的分享里边呢 大概说了我的一些想法 那你不妨 也可以拿纸和币啊 或者是在心里面盘算一下 你会怎么去解答这些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理出一个所以然 好吧 让我们一起学习 将佛法生活化 生活佛法化 也欢迎你分享我们 佛YouPodcast呢 给身边的人 祝愿我们都 发喜充满 福慧增长 佛说 人间佛教 在心里面 在心里面 发喜艺增长